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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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谢谢你给我一个这么盛大的婚礼 清云 该说谢谢的 应该是我 应该是我 明天见 金帆 好 早点休息 明天见 甚至少 明天见 红包要分大份一点的 我这关啊 可是最难过的 妈跟静元都已经化好妆了 就到你们了 快点 好 一会儿进 他们还有半个小时就到了 今天外面有点堵车 我们再等会儿吧 乔太太也先吃点东西吧 一会儿这些娘后会很忙的 没关系的 你们先去吃吧 我订餐了 辛苦大家了 妈 我衣服怎么开线了 我进去看看 这个小疯子 静元 阿姨 看看 这可是乔家 专门给咱们媳妇戴的项链 来 快戴上 谢谢阿姨 叫我什么 妈 景元呀 以后就有劳你照顾金帆和孩子了 送饭的来了 我去 进来吧 进来吧 静元小姐 您的餐送到了 请用餐 你 哎 怎么这么早就来了 就是不想给他们心理准备 要不然 刚才干嘛骗他们还在路上 还是谢氏棒想的周到 这就是策略 必须早到 玩的就是策略 要是等宣传部那些小姑娘都到了 还不把我们折腾死了 走 抢老婆 宋贤来了 喂 这么快 知道了 宣传部的人都到了 这么快 走 看看去 走 新郎终于来了 我要和你同归于军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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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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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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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靳云 靳云 靳 来人 凌郊 救护车 救护车 凌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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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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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 我刚刚吓得不敢干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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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救不了他们 你没事吧 乖 庄少 酒店已经封锁了这层楼 并安排他们由另一出口送往医院 已离开楼下的记者 其他迎婚的队伍已由酒店车队送回去 至于乔董那边嘛 我们还没有惊动他 这是由你来决定吧 我现在就去医院了 现在情况怎么样 艳平阿姨和靳云受伤很严重 现在已经送去医院了 明娇因为受精过度也去医院了 警方那边来了人 敲动你现在不方便过来 酒店这边就让我来处理吧 金方他们有事吧 没事 他现在去医院的路上 我处理完就过去 真没想到聂小燕这么疯狂 乔董 乔董 对不起 是我失职 我没有想周到 我应该派人一直去监控他 现在不是自责的时候 我把这里的事安弄好之后 就到医院来 你好吃加子 这个事情 千万不要让老太太知道 记住了 好 妈 都真只是好 你先去让司机把车开出来 我弄好了咱们就走啊 妈 我们不用去参加婚宴了 什么意思啊 说呀 出了什么事了 妈某受得住 金帆他 他怎么了 这宾客都到齐了 再有两个小时婚礼就开始了 到底怎么了 他还是跟婉晴走了 这个臭小子 妈妈你没事吧 别紧张 我没事了 都是他从小啊 我把他给惯坏了 他每次闹事啊 不把我闹得心脏病发作 他是不肯罢休的 我看呀 哪天我非得死的 他手上不渴 好了吗 您不用这么生气的 那 那你怎么收拾这个残局啊 我叫小创到现场 跟仙道的宾客解释 先把礼推了 至于静元 他因伤心过度 暂时不愿意回家 我这么叫燕萍 跟明娇在酒店陪他 等一会儿我亲自到现场 跟重要的宾客 赔礼道歉 这也是 下策中的上策了 是啊 小创至宾 сегодня 你却 gospodar 喂 莉莉 不得了了 婉千姐 杂志社收到消息 承重出了大事 杂志社已经跟我没什么关系了 可是这大事和你息息相关啊 是乔廷藩的婚礼 新娘被前夫狂砍十多刀 连未来婆婆都受到牵连了 你怎么回事 怎么样 少少 伤哪儿了 没事 没事 真的没事 刘医生 病人情况怎么样 现在分两个手术室 六个医生暂全力想救 那我太太呢 她没事吧 乔太太伤势比较严重 被刀刺得很深 一半肝 已经保不住了 你儿媳伤势较轻 但湿血过多 需要大量的骨血 因为她的血血 是O型2H阴形血 比较特殊 我们担心我们医院血过不多 现在正在向全城的医院求助 医生 一定要尽力奖精 如果可以救回我太太 我可以军线 放心 我们会全力救出来 我可不可以进去看她 院里有规定 只能有一名家属 这样我带你换衣服 哥 你去哪儿 你去哪儿 你的未来只有我 我的未来只有你 你是我的女友 我的老 我听说出了事了 我跟靳元的血型一样 不知道能不能帮上忙 要是觉得身体不舒服 就跟我说 我没事 还要看我 你 Tex這是 BRLD 我 container在家催 我个人也能租 那医生的人 要是雯本 解释了 你再认兴 品怪我 你鲜盟 这次来 对我 xi 他希望你去手术室那边等着静元你的新娘 多久找到了另一颗心才能安静的强弱 原来海的尽头还有片天空 你始终牵着我的手 像停止漂泊在遇见了你以后 就让我紧紧陪着你一起感受看天空 奶奶 创 怎么了 我整个下午心绪不宁 越想越不安 你们大家都关机 我只能找到你 你告诉我 说实话 到底出什么事了 金芬到底怎么了 没有 他能出什么事 他就是刚才开车带着婉婷跑的时候 沿途撞了人家五辆车 我我现在正在处理 奶奶等会儿 大哥你能不能别这样 你稍微等我会儿行吗 我这通电话嘛 好吗 你旁边歇一会儿 反正不管你车多少钱 我们乔市一定赔行吗 你这人真是 奶奶 哎呀 这小子到底上哪儿去了 你从小的任务不就是跟着他吗 现在还在跟人家谈什么赔偿问题 你耽误时间呢 你给我快点给我追追 是 我我我现在就在这个机场高速旁边呢 刚才我是第一个追到金番的 但是他带着婉婷已经过海关了 我没带护照我过不去 啊 出国了 哎呀 这小子真是比他爸爸更难办 这 这小子真是气死我了 静元怎么样了 啊 静元啊 静元他就是刚才太激动了 后来就晕倒了 现在没事了醒过来了 可是除了燕萍阿姨他谁也不见 现在那个 明娇陪着他们俩已经回酒店了 我过去看看他们 别了 奶奶您听我一句啊 这件事情你保持中立 也不要发表任何看法 是这样的 静元他这次受打击太大了 他觉得太丢面子了 对了 对了 所以他嘱咐我 就不让我告诉您 哎呀 丢了面子又怎么样 你叫燕萍啊 好好陪他几天就行了 问过你 我就安心多了 放心 没事 叫燕萍跟明娇好好的看住静元 可别让他做啥事啊 我就怕如今的年轻人啊 要死要活的 能活着 那还怕找不着自己爱的人呢 对 如果那个臭小子给你打电话 叫他马上回家 你告诉他 奶奶已经病危了 有撒谎啊 还有别的选择吗 谁知道这臭小子 跟婉晴出现的时候 是什么关系啊 我们乔家的命运啊 都被他牵着走了 哎 我不说了 我头疼 奶奶好好休息啊 好 好 一块小子 就没有了 乔家 要得到 写着 这可真是乔氏黑色的星期五啊 你又让我儿子 哦 叶铭 你很勇敢 要不是你护着静元 她就没救了 保守这个儿媳妇 就是保守了乔乔 我这二十年 不是 你不要说了 我知道了 所有的事情 都是一无一切 是我一个人的错 跟你这二十年的委屈相比 我知道 你的心 一直都是为乔家的 我 我不是一个好妈妈 不要这么说 你是最好的妈妈 你是我怎么说 我 我不能让人家 不许你这样说 你会没事的 千万不要这样说 有啥一步 我就能看到你 娶儿媳妇儿亲儿儿 妈 妈 妈多想看到你幸福的样子 妈 你别瞎说 你会好起来的 等你好了 我就马上和静元结婚 你还要抱孙子呢 你还没抱过孙子呢 所以你一定要好起来 一定会好起来的 秦帆 这些年来 你装作 你爸爸 给妈发的短信 我都记在心里 现在 没有你答应我一件事 母 那边的伤者已经醒了 口中喊着金帆的名字 医生说你虽然受了点伤 但是没什么大碍 很快就会好了 金帆 我是个不祥的女人 我跟你恋爱似笨 我爸为了追我们死了 我离婚再婚 我前夫又不放过我 还把祸点来给你妈了 说什么呢 都不管你的事 都不管你的事 是谁 淑雪救了我 绝不能让静远知道 是她救了她 是夏婉晴对不对 我知道 是她救了我 我知道 你要快点好起来 别说那么多话了 多休息 你不说我也知道 你们是骗不了我的 金帆 你不要辜负了她 你不要辜负了她 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休息 不要胡思乱想了 我在这里陪着你 你妈她怎么样了 她为了救我 用身体护着我 她伤得很严重吗 她醒了 现在我爸跟明侠在陪着她 她还问起你呢 她说 让你这个儿媳妇 早点接我们乔家 好 没事了 别说话了 小冲 阿姨 明侠这条命 是小时候 你已久回来的 小冲 你告诉阿姨 你是好孩子 还是坏孩子 没有瞧瞧 我谢床就是个坏孩子 你答应我 这一辈子 都要好好地对待明侠 好 听着 我把女儿交给你 阿姨 你放心 叫我 叫我妈 妈 你放心 我会好好待明侠的 不让任何人上海的 明侠 你小时候妈妈没有好好照顾你 妈求你 不要怪我 妈 你别这样说嘛 你还要看着我和谢床结婚呢 你说上婚纱的呀 一定很漂亮 妈 你还要替我上头 还要叫我织毛衣呢 什么事啊 既然 既然 既然我人生 最骄傲的就是 做调剂云的太太 我走后 替我个儿子 发一条短信 妈妈 妈妈 妈妈不要走 妈妈 妈妈不要走 妈妈 艳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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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你不要走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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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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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